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吴瑞轩一名陆西派 他带女友去医院看病 女友还坐在轮椅上 他却语出惊人 写上女友生病 要是没好起来 就做炸弹 炸台北市政府让全民赔罪 吓坏不少网友被疯狂转传 19号晚间被事刑大约谈 行为恐怕涉及恐吓公众罪 他是自己说 这部分是被其他的网友做截图 在他的个人的脸书中 是有陈述说是以开玩笑的性质 那这部分我们还是会来持续来进行调查 吴瑞轩时候在脸书盗窃 写上开了不该开的玩笑 没注意到自己已是公众人物 但也解释 做炸弹炸事府 只是同袍间的一个笑话 愿意配合警方调查 苏安佐事件 吴宗宪曾施责孩子不能放任 儿子出包他也一视同仁 痛批他自以为了不起 瞎捅娄子直接抓去关也很好 玩笑不能开到这种程度完全不护短 从直播节目中 儿子伴奏献歌演唱 就能看得出来父子情生 但犯错绝不容忍 这回发言不慎 引起轩然大波 责任都得自己扛 在新闻徐赵伟王家衡台北报导 吴宗宪儿子陆锡派吴瑞轩 节目上大秀表演 老爸夸他确认不住插话 当场被吴宗宪嗆声 被来宾亏说臭屁就像老爸儿子推新专辑 无论是客串MV演出 还是带儿子上节目宣传新歌 都看得出吴宗宪对孩子的谈爱 也有网友挖出吴宗宪 四年前带张魁儿子张风琪 上歌唱节目说的这番话 当时吴宗宪笑亏张风琪 讲话不好笑 还说亦能借大哥的小孩 每一个都是废物 如今对照儿子炸弹风波 现个也被网友亏真是大预言家 这与吴瑞轩当初为何取入西派为一名 Sandy说弟弟因为很喜欢 美国卡通彩虹扫码 于是将片中两个副名组合在一起 对于儿子考上美国知名音乐学院 伯克利大学 吴宗宪总是音译为傲挂在嘴边 这回闹出风波考验父子危机处理 Sandy新闻综合报道